我們來認識一下這個Smart的部分 這個開發板的上面 開發板上面其實已經有幾個內建的元件 第一個左上角這裡有一個三色的LED燈 然後呢右上角有一個光明電阻 光明電阻就是偵測什麼光線的明亮 然後呢在下面這裡有一個按鈕開關 這裡有一個按鈕開關 所以它的實體的這個介面你可以看一下 你現在是看到這個 實際上就長這樣 我的是顛倒的 像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 這裡 所以呢 你的那個光明就是這一顆 這個就是一個三色LED燈在這裡 下面這裡有沒有一個很小的按鈕 這裡 有一個很小的按鈕在這裡 好那因為它板子比較小 所以它的這個腳位 就是旁邊這個腳位 接電線的腳位相對比較少一點點 那它旁邊都有貼貼紙喔 有沒有看到 好這旁邊都有貼貼紙喔 所以你的這個翻過來就會看到 嘿會像這樣就可以看到了喔 好 OK那你了解了這一個之後呢 後續要怎麼樣使用 我們待會兒再講 待會兒再講 那 我們呢 在這邊 WebDuno另外一個優點就是 官方網站上其實就很豐富的教訓 跟一般的 可能大家有去看到一些 Aduno的部分 它的教學相對 好看很多 好整體的 這個寫的這個 都還蠻清楚 整個都還蠻清楚 所以對 如果說 你想要 自行上網學習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蠻不錯的一個 來源 這個是大家可以參考 那最近呢 它那個教學網網頁的部分 有做改版 就會再做改成就適合所謂的RWD的 RWD的 所以 我們後面簡報後面有寫 這個大家有空再看一下 會不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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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不會